中国步入快速发展的时代,城市依次崛起,这不由让人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憧憬。 中国的城市发展向来采取的是关联式发展,城市间互相竞争,但是也互帮互助,力争上游,一些城市还按照城市特性和发展需求,或互补,或互混,形成了一个个城市区,以获得更大地发展。 今天,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下,中国规模最大的三个城市群,以及这些城市群所包含的城市。 首先,中国规模最大,综合势力最强的是长三角城市群。 这个城市群的主要城市包括上海、南京、无锡、长州、苏州、南通、延城、扬州、镇州、宁波、嘉兴、湖州、烧兴、京华、周山、台州、河飞、乌湖、马鞍山、同龄、安静、除州、池州、宣称这26个城市。 辐射面积21.17瓦平方公里,影响人口1.5亿人,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万亿以上,市场将经济带的重要节点。 同时,也是中国最有希望稳定世界级的城市群。 基此是珠三角城市群,一般我们说,的珠三角城市群,都是小珠三角。 珠三角,包括广州、深圳、佛山、东莞、惠州、中山、珠海、江门,照进这9个广东城市。 但是其实还有大珠三角,在原有的9个城市的基础上,再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。 珠三角城市群主要辅射的是华南、华中和西南地区。 但是却是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城市群,经济实力绝对不容小觑。 最后是经经济城市群,经经济城市群的前身是首都经济圈。 它不含了中国两大直辖市北京和天津,另外还有宝定、唐山、石家庄、廊房、秦皇党、张家口、承德、苍州、亨水、邢台、韩丹、阿阳这12个城市。 其中北京、天津、宝定、廊房占据的地区温和新经济区,经济继承市群占据的土地面积远为全国的2.35%,人口为全国的7.24%,规模是不用说的。 另外由于两大直辖市和首都经济圈的加盟,所以质量也非常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